啟聽 將來 請問 請問 我們前面蠻嚴肅的一些東西 下面這一段的話 我們先看slides 我們先走過一些slides 再下一張 這邊燈可以先關一點 好 來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 OK 這裡 這個是什麼地方 你們去過羅馬就知道了 它有一個噴水池 什麼噴水池 很有名的 不知道每個都把許願池 每個地方都有人丟銅板 它這邊這個水池比較特別 它蓋出來的時候 它上面有四個他們所謂的神 希臘的神在那邊 那個神 每一個神掌管不同的 號稱世界不同的河流 你記得條條道路 托羅馬 為什麼要條條 就不要是要帝國 要統治全世界 所以我才是心壯 心壯的話 我每個地方派官員來找我 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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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跟妳講 藝術真的是什麼 藝術是帝王之學 剛才我跟你的秘書說 不要隨便把珍珠丟給豬 他會回過來咬你 所以我這話 不可以有話說 我先講這個 我來解密一下 人家維基解密 我來解讀一下 藝術品也有解密 講到這個 羅馬帝國是一個帝國 然後他為什麼 代表世界四個 比如說印度的恆河 多瑙河 歐洲的 埃及的尼羅河 為什麼要把每個河的河神 都抓到他的水池 就是你們什麼神 都給他抓到 在我一隻手掌握裡面 都在我的羅馬 四個地方 第的四集 好 下一張麻煩你 從遠的地方看是這樣子 中間的歌功頌德的 來 下一張 怎麼會跳 他的下一張 對 這個 這個是什麼時候 這是什麼 艾菲爾鐵台剛蓋的 剛蓋好的時候 哪一年 我那時候寫的 18多少年 世界博覽會的時候 這個展出來 巴黎鐵台有幾個角 有人知道嗎 去過巴黎鐵台請舉手 哇 很多 巴黎鐵台有幾個角 六根 八根 太扯了 我跟你講只有四根 跟剛剛一樣 一樣四根 一樣四根 我跟你講 當巴黎蓋這個鐵塔的時候 也象徵另外一個帝國興起 法國很囂張 第一個 他是用什麼 鐵 鋼鐵去蓋起來 第一個 人造的 建築 在平地這樣起來 山不算 山上蓋什麼也不算 他是在平地裡面 硬是這樣蓋起來 在那個18多少年的時候 他很嚇人 那個高度各方面都嚇人 可是他宣告一個新的 時代來臨 以前羅馬的時候叫什麼 平面的 領 帝國 以戰地為王 越大就越 偉大 從法國開始 他宣告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往天空發展 本來是平面空間 我現在加一度三度 從那個之後開始 沒多久飛機出來了 那時候有飛船 氣球 氣船 大型的氣船 開始人類的 所謂的領空拳就跑出來了 開始往天空發展 遊戲規則改變 開始飛到天空去打仗 所以那時候的東方的 中國還在 騎馬 陷队 但是 歐洲已經說 我們已經發展高科技 我們現在要鋼鐵 這一宣告起來就是 而且是在萬國博覽 所以在宣告 一年有好幾十萬人 是走在上面 坐電梯 爬去上面看 所以那樣的觀念一改 人的perspective 認知 perception 認知整個社會的方式也改變 從此以後開始用三度空間 來考量東西 飛機就出來了 然後人跟人的距離就 加速 戰爭方式改變 這個巴黎底島蓋好之後 來下一張 這是當時博覽會的場 場子 那時候就電車了 18多少年 然後路上行人 非常有規劃的建築 下一張 內裝 這是畫的 但是那時候已經有相片 相片是1839年 發現 1839年就有 photography 有照相 1839 1840第一張照片 下一張 四根腳 我沒有講錯吧 真的四根腳 我跟你講 這個巴黎鐵塔 還有很多故事 巴黎鐵塔 它上面每年都要擦油漆 對不對 法國人講究到一個地步 它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的油漆顏色都不一樣 除了防鏽理由 它們還講究顏色色調 它讓你 因為遠看之後 它讓你覺得是一致的 所以 那後面越亮的時候怎麼樣 它就越淺 下面就越深 它們顏色不一樣 它們講究到這個地步 連上面刷油漆 我們不是 我們的廟都是紅的青 你去日本的廟 就跟我們吃不一樣 對顏色有沒有講究 我們剛才講到capacity 其中一種語言叫顏色的語言 對顏色 台灣人大部分對顏色都怕 黑白皮 紅皮綠果粗皮 黑白皮 真的很難看 我再講一個故事好了 幾年前那時候去 去歐洲 我們那個團裡面 雖然說老師 但是有一些很有sense 其中有一個就是這樣 一下飛機 他說不對 法國這邊的顏色 衣服不適合 台灣買來不適合 馬上跑去金餅店 全數到外面 換了法國的衣服 他覺得 現在比較融入那個場景 不會覺得uncomfortable 不會覺得很尷尬 很困窮 怪怪的 像美國人就是 穿一個deko 然後球鞋白襪子 然後一個T-shirt Polo shirts 然後球鞋白襪子 這樣走 這是他們典型 typical旅客 遊客 好啦 他就這樣玩一玩 就覺得很舒服很快樂 到處又買法國東西 結果沒想到 回到台灣以後 一下了機場 怎麼又不對了 穿法國衣服 在台北的街頭上很奇怪 跟環境有關 我們環境並沒有鼓勵你穿漂亮 有沒有穿漂亮 不管 你到日本的大阪或東京 你看看 他們連結了婚的媽媽 爸爸帶著Baby 每個人都很fashion 穿的衣服搭配都很好看 你們有去 我最近剛從進度回來 真的就很會當 我最近那個南波走過去 滿街這樣走過來 目前他們都這麼高清 連阿伯七八十歲 哇 讚 超有型 他們也有style 好不好看旗幟 有style 有風格 我希望以後台灣走在街上 這麼漂亮 我們真的要 那時候跟那個誰討論 國土重建 從一個難民文化轉回來 對啊 我們台灣本來很漂亮 日本那時候規劃台北是怎麼樣的 地下水道什麼屋 沒有 適合多少人居住就是多少人 突然來一堆人就不行 就是疊成嫁屋 很漂亮的山上給我去老婆廚 好醜喔 就是難民文化 違章建築 剛剛我們都有違章建築 我們這個講不完 開放給大家討論 下一張 有電梯 有啊 有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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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什麼 60年之後發生的事情 你遊戲規則改變以後 下一個帝國輕奇 誰 Vigo 太空 不是 空中算什麼 我們上到月亮上去 我們上到月亮上去 遊戲規則又改變了 那時候有誰 大家都知道 只有我們不知道這個美角的 這很重要 我一到月球上我就霸王了 所以輸二也要搶 每個國家都想上太空 因為它是一種科技的展示 武力的展示 國家的能位階的展示 我們沒辦法去玩那個 所以我們沒了解 但是我告訴你帝國就是這樣 在玩 那個太空 再下一張 這最 那個是誰啊 最近過世的 知道了 Armstrong OK 我很小時候看過 小時候看電視轉播 黑白的 對啊 小學 我記得小學 六年年級 剛過世 下一張 我就給你看剛過世他的照片 就他 柯林斯還是什麼 OK 下一張 你在想說 哪一年呢 一九六幾年 那時候電腦不發達 我跟你講那時候電腦大概只是計算機 這樣把這樣的 這麼凹的機器居然把人送到太空 而且登陸月球又回來 去容易回來不容易 他要去跟回來就全部都把它解決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 那時候的通訊設備沒有現在好 但是那個科技下來之後真的是 就是 嚇死人 OK 那所以從NASA這樣出來之後 所有的 東西都被改變 那我回到我剛才畫那個 Science R&D的部分 最下面的Button 被刺激了 又衝了 一道的經濟的景氣又來了 所以 所以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除了打仗還有什麼 打仗是一個方法 一個就是 新的Project出來 新的遊戲規則出來 他定了 到火星 到火星更遠 而且我傳輸的速度不會輸給 他的遙控中心 他那個 登陸月艇的遙控居然是在地球上 我這邊動一個 那邊就動一個 火星 拜託 那個傳輸速度多快 當然你可以講說 在宇宙中沒有戒指 阻擋速度更快 但是 那也很怕人 從地球的地面到衛星上面 在衛星再傳到空際 太空的中間 對啊 嚇死人 下一個 人類一小 不 他的一小步 人類的一大步 登陸小艇 小艇 我跟你講那裡面很多科技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了 還沒有release出來 那麼小一個地方 下一張 好 好啦 這個是誰大家都知道吧 他後面是他畫的畫 他名字叫皮卡索 皮卡索哪一年畫的你知道嗎 一九零零七年 一九零七年 我們中華民國黨 他們那中華民國 一九一一嗎 一九一一 那時候就差不多我們阿嬤阿祖的時候 他畫這種畫 如果我們阿公阿嬤阿祖看到有沒有 起笑 你在畫什麼 這皮卡索1907年畫的 好下一張 他以前的時候 一九零零七年的時候 在外面照的 這皮卡索帥嗎 帥齁 他人其實 但他眼睛跟老鷹一樣 發亮 所以厲不厲害 跟身高沒有關 超帥的 超級帥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跟你保證 這是皮卡索的 這個寫真 你看他做 你看他做 人家都很喜歡講 我從事藝術人 他藝術家都是很早死 還不然出名 再死了 再出名 再賣就錢 我說沒有 從我知道 Matisse 皮卡索 這些人都是 都是很高興的 這 太太有好幾個 好幾個 九十幾歲才過世 然後一輩子 榮華富貴 除了他有一點點blue 憂鬱洗藍色質器以外 其他都很快樂 一直變 一直變 下一張 這是第一張照片 我剛才不是講 1839年的照片 第一個剛被發明 1839年 很早 下一張 那時候他去照 那個攝影師就照他的外面 下一張 1907年的街上 1907年的街上 皮卡索那時候 我記得是 是巴黎嗎 New York 這是New York 還有誰 1907對 1907 這是23街 到現在還是很有名 23街 到現在還是很有名 23街 5th Avenue的話 就是很棒 電車 來來回回 大家穿高帽子 還有馬車 OK 下一張 下一張 這是他那時候 那時候的大樓 1907年 紐約 就是這個樣子 怕死人嗎 難怪皮卡索會畫那種畫 合理 皮卡索1907年 我剛才那幅畫就1907年畫的 你看他的世界 天下文章一大抄 皮卡索也沒有那麼偉大 來 下一張 這是他那時候同一年畫的 他就畫一堆妓女 因為他的朋友死於那個 然後他就 可是你們這看不懂 到現在還 我跟你講講 台灣的教育真的很 我們大概只是走到印象派 之後就過不了關 就村的都看不懂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這也不叫抽象 它是很具象 它有人耶 看得出來 待會我還會介紹 真正的什麼叫抽象 完全沒有像 沒有奇怪 我跟你講 來 這要解釋一下 不是自己想 好 慢慢解釋好不好 這個要有一點物理的頭腦 我們看一個杯子 我們這樣看 只有一個單方面的視點 但是杯子 在當下 存在那個當下 你從上面看 跟從這邊看 跟從這邊都存在的 對不對 那你怎麼告訴人家 因為藝術家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叫什麼 說實話 一個不誠實的不能當藝術家 好 我們先往下一張看 我們再看回來 下一張 這是他再早一年的畫 就完全沒有 已經開始有那種樣子了 你看眼睛已經不太對味了 其實他是超級寫實的畫家 他早期的時候 OK 下一張 這跳過 這個中間插進來的 這是他 他說 比剛才說我的立體畫派 我們剛才講的 他叫立體畫派 他說我是跟這個人學的 他叫什麼 Porsesan 賽上 賽上 知道齁 賽上 下一張 賽上在晚年的時候 比較老的時候 他就躲在這個山上 對面 每一天去 搬起來 就是背這座山 下一張 你看 他就坐在 住在對面的山上 每天去畫這個山 每天去畫這個山 每天早上起來 畫板拿著 就坐在那邊就開始畫 畫這個山 每天畫了 他的餘生都在畫山 同一個地方 我叫Victoria Saint Victoria這座山 下一張 再下一張 你看 畫到 後來變成這樣 這怎麼回事 誰看得出來 你可以解讀這個 就知道 Picasso可以解讀這個 之後產生立體畫派 就是這個 大部分人不知道 我只要 這個叫decoder decoding 就是解碼 他有密碼在裡面 那什麼密碼 我跟你講 我們過去的畫 畫都是什麼 寫實 可是有一個最大問題 以前的畫都像什麼 來我們再往前走 再走幾張給他們 看以前的畫是怎麼樣 我先把背景再介紹一下 再往 沒有沒有 往後走 抱歉 勾勾勾勾往後走 這impression 印象派 已經稍微有點沒有那麼的具象 印象派 感覺 再往前走 印象派 再往前走 manade manade 這飯骨的你們都知道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早期是這樣 16 17世紀 巴洛可時期 講到重點了 照相是什麼 照相的時候我們都會講 不要動 對不對 不要動 所以照片是什麼 不動 他是要說那個moment 那個moment 那個當下 可是我請問你們一件事情 我如果是畫家怎麼畫這樣的畫 我遇到很大的困難 這是自然光嗎 還是在畫室裡面固定燈光 那些人不會動嗎 手不會鬆掉嗎 他們這樣倒出來扛是怎麼回事 所以以前的照相 看起來都像什麼 像照相 像camera 以前的畫都像一個freeze 不動的 固定好的樣子 是這樣子 來 再下一張 有沒有 這個 這個又是 我說要解讀西方的話 就一定要知道聖經故事 這個是耶穌復活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人叫做Douting Thomas 就是多疑的多瑪 這個人叫Thomas 他很多疑 白人都相信 這耶穌已經復活 那多瑪就說 哪有什麼 耶穌說不然我吃不怕 你可以嗎 你說不行 讓我看看你是不是同一個人 我就看 你那時候不是定十字架 有被戳到這邊嗎 我看那邊洞還在不在 耶穌說你看看我的手 那個釘痕還在不在 所以他的手是有空的 他的腋下就用穿 插進去 後來他說流水跟血下來 那時候就是生物學裡面說人死 組織液跟血小板分開 標示真的有死 就是證明 那Douting Thomas說 沒有給我看的 耶穌說好來 來看 那個口子在這邊 就是那幅畫 可是那時候是寫實 畫這幅畫叫做Caravaggio 中文翻譯什麼叫Caravaggio 以後我們 我覺得應該都回到原文 我們念書應該都回到原來的那個文 都叫Caravaggio 我實在抓不去回到那個 下一張 這也都很多故事 你如果要了解這個 把那個人的頭砍下來 夠血腥 那個moment 那個當下 來下一張 不能看太久 OK 那好啦 那現在往回走 往回走 走回剛剛那個 對 好啦 現在還像山對不對 那下一張就不像山了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他做一個跨時代 跨時代的東西 跨時代 Cross generation 他做一件事情 他只做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他一定 你現在想像 他到郊外 然後Ezo 那個畫板架起來 然後開始要畫 調顏色 好不容易調對了這個顏色 要上去的時候 光線變了 那怎麼辦 就剛剛那一 上一秒鐘的就畫上去了對不對 下一秒鐘怎麼樣 顏色變我就再調下一個顏色 他就是這麼高級的人 就想說 古早的人是怎樣 時間在變 光線在變 太陽 那幾點鐘 那有的整天 那光線都一直換 所以他隨著那個當下 他把當下的顏色 下一張 apply上去 他已經不是一個freeze moment 不是一個停在那邊 所以我剛才跟你講說 時間很重要 我一定要你們知道 時間 空間 這些都在我們的藝術考量裡面 科學沒辦法這樣考量 我就時間一起做考慮 那個moment一直在改 如果我是一個說實話的藝術家 那我要做什麼 我就要當下我看到顏色 我放上來 所以現在有趣了 以前的畫是 時間是靜止 從他開始以後 時間是重的 他的紀錄是隨著時間在走的 有意思 很有意思 在他之前沒有人這樣做過 但是 藝術家會做這種 都跟什麼有關係 他的背景裡面有科學 science 他的前面也叫impression 印象派 印象派的人做什麼 那時候剛好發覺 人 perceive 認知顏色的方法是 自己會把顏色組在一起 所以印象派很喜歡打點 比如說我要綠色 其實我用幾個顏色把它組成綠色的感覺 其實不是綠色 不同顏色組 像我們電視現在也是 就是印象派那時候 光束給他不同顏色 你以為那個顏色 其實是不同的點點出來的 做面板的就知道了 那皮卡索就從這邊抄了 所以天下文章一大抄 他從這邊 可是他的可能是 世代交替的關係 他只能走到這一步 但是從皮卡索之後 他就把他再往前推一步 他說好 隨著時間走對不對 但是如果時間靜止的時候 從空間上來看 他也是同時存在的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必須要 處理一個新的問題 賽上已經處理過 時間是在走的問題 位置 東西不動 四點不動 時間動 現在是皮卡索 回到皮卡索那一張 回到皮卡索那一張 再上 對 那是什麼 四點動 時間不動 四點就是我觀察的角度 比如說我現在看你 你記得你自己做就可以了嗎 眼睛左邊遮起來 右邊遮起來 那東西不一樣對吧 你們把自己的單眼看 左邊看 右邊看 東西會左右移 不是 我不是叫你們看這幅畫 我說我們這樣的觀點就改變了 可是你要陳述事實的時候 這些都存在的面 那我就一起把它放在一起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藝術家要 deal the problem 需要解決問題說 怎麼讓這麼奇怪的面 同時能夠組合得很漂亮很好看 又有說服力 這是藝術家要做的事情 他陳述了一個事實 OK 不用急的了解 大概就是這樣 OK 他 從他之後 好 有趣的故事才要開始 才要開始 我這樣不算偉大 這個要不要講出他偉大在哪裡 我在2000年的時候 我在美國看到一個Discovery Channel 2000年 為什麼2000年 1999年 對 然後他們就訪問 美國當時當代所有有名的人 差不多訪問50個人 反正各個行業的翹楚 就問他 好啦 我們要進入新的Millennial 遷徙 要進入另外一個千年 百年 Sorry 百年 那請問一下 你們對於上個世紀裡面 最具影響力的人 大家一起來投票 最具影響力的人 最具影響力的人 最具影響力的人是誰 有個人說是Einstein 發明相對的人 有個人說是誰 政治 馬克思 馬克思 就是把共產主義弄起來 推起來 也是在同一個世紀結束 Challenge那個 待會兒我跟你講 共產主義也是 是針對資本主義的一個反動組織 一樣 他就反那個 就不要你這個 你有什麼我就不要 所以他就 對的 如果是符合人性的 你要做非人性的東西 一定是結束了 在歷史上都是這樣從不發生 回到講這個 大家都有投不同的票 有的人是講政治人物 那個邱吉爾 有的人講是誰誰誰 結果最後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投票最 得票率最高 居然是皮卡索 為什麼 有人說是佛羅伊德 有人說什麼 居然是皮卡索 很有意思 有意思在哪裡 我解說你們就知道 皮卡索開始有不同的觀點看事情 所以在皮卡索之前的話 是怎麼樣 就有點像我們照片 除了寫實以外 它是focus在一點 一個畫面裡面 好像現在是他美術家 抱歉不是他們 就是也是一個畫一個重點 其他都是配角 你看以前的政治組織也是 hierarchical 就是階層式的 有一個國王 其他都是次要的 主要的主題只有一個 其他都是次要 這是以前的觀念 從皮卡索之後 他每個 他在一張的畫面裡面 每個地方都是重點 他的構圖就 你翻過來看也可以 360度翻過來看也可以 他都要構圖很漂亮 不能再只是這樣子 你過去那種觀點的話 你倒過來看 我就看 你如果構圖好的話 我管你哪個方向看 都是一個很漂亮的構圖 所以是多觀點 多觀點這個會產生 對所有的行業都產生影響 開始隨便講歷史 歷史以前不 我們以前歷史都說 哪個王打敗哪個王 占領哪個國家 成立哪個帝國 這哪是歷史 這是歷史 但是一部分的歷史 不是全盤的歷史 全盤歷史 如果我是一個村落裡面的人 我的觀點是什麼 也是歷史 我如果是科學家 從我觀點化學史 從我觀點宗教發展史 從我觀點女性觀點史 對不對 從我的角度來看這個歷史 所以後來歷史史學家 就多種多樣化就出來 不同的人從他不同的角度 材料史 經濟發展史 都是很多史就開始出來 有百家爭鳴 百家齊放 所以以後的話 就是每個地方都是重點 所以那時候民主制度 就大量的spread out 觀點開始多樣化 不再是獨一觀點 都現代主義獨一觀點 只有一個story 到後來到處都是story 自己都建構自己的東西 請講 這個文化是哪一年 1907 剛剛那一張 前後 比較後 往後 1907 已經夠早了 這個影響真的是非常大到說 從他之後的藝術 我現在拉回 我不講其他部分 只講藝術部分 就開始 有問就出來了 藝術家就開始說 他開的第一砲 有的人講說 他把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來 該是妖魔鬼怪都照照出來 那什麼樣的妖魔鬼怪呢 來 往下面走 再走 這不叫妖魔鬼怪啦 比如說以前畫畫的人 他以為畫只能畫在Canvas上面 就是畫板上面 他說沒有 那我要把3D拉出來 這叫做Frank Stella 他就把畫開始用貼的 所以你看的畫是3D的 他說何必那麼辛苦 你們以前畫家努力在畫3D 有沒有 在2D上面想辦法畫3D 你為什麼幹嘛那麼麻煩 我直接給你做3D給你看 觀點出來 所以以後 皮卡索開啟的這一扇門就是說 藝術不是只有一種定義 就是以前你畫得像 但是事情是多樣化的 他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其實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會給你們看照片被發明 以前藝術家的角色有點像攝影師 有攝影師的功能 我就 你看不到 我跟它freeze造型給你看 我用油畫的目的是 為了要畫得很寫真 讓你覺得身靈其境 好像真的會嚇到人 但是時代改變 相機已經出來的時候 相機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還要畫家畫 所以這個功能 這部功能去取代以後 藝術家功能就轉向 變得更走向純粹以創作藝術為主 OK 下一張 再下一張 有的人說 好啦 畫布不夠大 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的畫 他就 殘土機 把那個山上的土 就推到那個海裡面去 就繞了一個圈 這是他的作品 他叫earth art 下一張 這個更偉大 他說 大地是我的畫布 雷是我的筆 我就擦碧雷針 擦了幾千根在荒郊野外 這就是他的作品 有意思 他開啟了很多山人們 也開啟了有一種叫therilism 就是錢 就叫超現實主義 你們最近不是在看達利嗎 達利雖然後來 早期有很多人 錢意思就是我到夢境裡面去找 找我畫的素材 你們畫都是寫實的世界 我不要 再下一張 有的人叫Action Painting 叫Jackson Pollock 波洛克 他說 怎麼說波的好不好 你記得我們 60年代 那時候台灣的牆壁 那個是用噴的 噴槍就這樣噴出來 那時候牆壁的那個deco 是這樣子蠻好笑 其實是蠻跟上時代 一隻噴出來的 很好笑 對啊 下一張 他的下一張 對 這他後來畫出來 把畫布攤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有一點小小故事 這個那時候我決定要學畫 其實跟他的畫有很大的關係 我後來跑到紐約 去追一個女孩子 結果沒談成 就跑去美術館看畫 一看畫就被他吸引出 我想說 這裡面畫我多了解 我的畫好像應該擺在這裡 就有那種使命感 可是我是唸電腦系 憑什麼有這種 這種天馬行功的想法 我也說不上 我只那時候非常感動到 痛哭流涕 我就在這幅畫前面一直哭 說我就是應該走這個行業 開玩笑 我怎麼會跑去念電腦幹嘛 去搞氣管 他下一張是什麼 再毀到那一張 對 然後我就是 因為這一幅畫給我的震撼是說 好像情緒這樣 綁出來 因為以前學電腦的時候 真的是被壓抑 而且被台灣的教育家 壓抑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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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 我做一件事情 就把我電腦跟氣管的兩個學員 寄回家 你要我讀 我讀完 從現在開始我要做我要做的事 我要不做 你的腰匙我可以嗎 沒有關係 從現在我做的事情 我自己負責 我不會再怪你們了 那你不支持我也可以 那我會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你願意支持我也是很歡迎 所以父母親說 不敢 好啦 還是支持你去念 所以又熬了好幾年 我從大一開始念畫畫開始 因為我去申請學校的時候 學校美術系他說 你有畫過沒有 我說沒有畫過 作品級呢 沒有 你這樣就要來 我說是 我直覺說我要來畫畫 那我就這樣就走入這個畫畫的歷史 然後第一年就拿到 老師要三件作品 沒有 10件作品 我就給他20件 就Double 所有的作品都Double給老師 然後成績都弄得很好 然後後來也有報紙訪問也得獎 然後也上電視 在美國 所以證明了說我走這條路沒有走錯 完全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當然有 但是我以前隨便出去 我以前有個女朋友 高中的時候 大學一直挑戰我 他說 人家都說你很會畫畫 我從來沒有看過你去比賽過 我說我不屑比 我很討厭 我很討厭去要被人家judge這件事情 我知道我行就好 都是旁邊朋友都是 他說這樣要被人騙 結果一次我被他逼到吵架之後 我說好去比賽 一比 拿獎金跟獎狀丟在他面前 就去 就拿冠軍 我說證明了沒有 結束了吧 可以了吧 不要再討論了 不是我就知道我會畫 我不是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知道我會畫 我跟你講你小心你們家小孩子 如果他會毒壓 就是很明顯 他的傾向很清楚 聽到音樂馬上會手無主導 就很明顯 你看不到嗎 你硬是要把他壓下去嗎 不是啦 給他鼓勵啦 給他做啦 失敗是一回事啦 我時間還多久 15分鐘 好那我開始要close 好啦 皮卡索是那時候影響最大的人 之後他的概念 就影響到很多人物 於是這個畫 這個概念已經被解禁了之後 各種形式的藝術都出來了 15分鐘我們可以看一段影片 來 麻煩你放real player那段影片 這一段可能要隨時stop 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一直有這個問題 有困難 來回到最前面 一定要從最前面開始 我要一邊翻譯一邊看 來 放點聲音大聲一點 我知道這邊有版權 我在YouTube上面抓的人 大家看一下 上課非常業用的 Purchase of Gustav Klimt's portrait of Adel Bloch Bauer for 135 million dollars 停停 135 million dollars是多少 大家數學好 US dollars 135 million 多少多少亿 多少亿 多少亿 一千 一百三十五百萬 四億 四億台幣 這幅畫 買下來 買下來 那誰買的 Estee Lauder的繼承人 女生化妝品的繼承人 他買了這幅 他不是只買一幅 他是有個gallery 他買了很多幅 這其中一幅 OK 繼續 By the heir to Estee Lauder's billion dollar make-up empire Ron Lauder is the perfect example of this Ron Lauder has expressed on television several times his belief that this is his Mona Lisa Ding Ding 他 Estee Lauder這個繼承人 他就跟人家講說 這是他的蒙娜麗莎 OK 他認為蒙娜麗莎 你知道蒙娜麗莎 對他來講他是最有價 他覺得全世界最偉大的話 他認為 他認為 我現在要括他 他認為 OK 繼續 然後他就開始講 This is our Mona Lisa This is the great picture of our time Just like the Mona Lisa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time of the Mona Lisa The Renaissance This is the great painting There is no better painting This is a very beautiful decorative picture 可是這句話 我先跟你講這個人 是被訪問的這個人 像講話這個人 是很有名 叫做Robert Hughes 最近8月2號過世的 他其實是紐約雜誌裡面 專門寫藝術評論的 他等於是逸品家很重要 以前叫Greenberg 他也算是這個時代 很有名的逸品家 他講話 他就說 他剛才不是講說 他像蒙娜麗莎麗莎嗎 他說 他是一個 very beautiful decorative 再回去 一點點 我們看他怎麼形容這句話 好 可以 聽 走 好 他用的話其實不是很好聽 very beautiful 是漂亮 沒有錯 Decorative 是裝飾性的 picture 他沒有講painting picture OK 所以如果他是一瓶蝦 具有絕位權威的人 這樣說話 就行了 好 繼續 停一下 他畫這個畫的人 是為了要取悅某個特定的女士 好 繼續 很多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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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他不算是一個偉大的painting 在往 然後繼續 有趣的 and the idea that this is in some way equivalent to a major Leonardo da Vinci well having this fantasy and paying a hundred and thirty five mil for it does not actually make it true 就是說 你有這樣的 呃 幻想沒有關係 他都像摩娜娜麗莎 然後花這麼多錢去買 並不會讓這件事情變成真的 誒 doesn't make it true 能被羞辱的喔 繼續 no art historian has ever thought of using the Mona Lisa to compare to Gustav Klimt so why start now is the authority book on art history today just a checkbook 停 停 停 對 沒有一個藝術史學家 會把這幅畫跟Mona Lisa做對比 插心這個 但是為什麼從現在開始呢 他就問 難道現在藝術史這本書 改用支票簿來寫了嗎 意思是說 你想要用錢 就改變這關遊戲規則 價值就改變嗎 我因為我花這麼多錢 所以他就變得很好的畫嗎 他就要問這句話 好 繼續 有錢的人想辦法替自己的畫廊 怎麼選的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一旦開始替別人做決定 什麼要放在美術館裡面 就是另外一回事 請繼續 把他們的品味帶到美術館去囉 好 繼續 好 繼續 他跟他爸爸是Andy Warhol 你們知道Andy Warhol Andy Warhol 前陣子在台灣展過 Andy Warhol的話 他會有800幅 800幅 如果一幅給我算一億來講 不要多 一億的話 就800億美金 OK 他跟他爸爸擁有這些 他住在紐約 他會和他商店職員 他過日經過 罵傳給以阿聯邦 ELI БROAD 他在紐約職員 有幾個賬物 他博士的印象 版的資料 以大陣子 他會負責 為一臨 然後他會去二 這是派事 你也知道 你太難 的 這次見到 經歷 你不想再保重 每次去到世界地 她居然表 她居然表 用什麼來refer 她說好像一個女生上街買幾件衣服 她要找買最貴的 開玩笑她買衣服花的錢 大概可以創立一個服裝設計公司 整個公司喔 I go choose 5-4 dresses 講的輕輕鬆鬆 這個是加州的房地產商 大開發商 剛才那個人的背景 抱歉那個就不予開 更有錢 好 請繼續 個人的藝術 藝術的藝術 藝術的藝術 大概有2000件作品 收藏了2000件 有些人的藝術 藝術 有些人的藝術 藝術 還有一位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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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件 八百件 從馬里蘭 到 酒 到 Campbell 到 所有的名人 我們有 Damiyn Hurst 我喜歡 Damiyn Hurst 是最近英國最有名的一個藝術家 他的作品是 是以 我跟你講 以 千萬美金計 起票 好 OK 繼續 好 這是拍賣 數目 好 聽一下 這多少錢啊 USD 千萬十萬百萬 六百萬美金 對不對 這張話 好 繼續 OK 這幅畫 他叫做 Francis Bacon Francis Bacon 對 Francis Bacon的話 多少 千萬三百萬 美金 那台幣是多少 好 繼續往前走 我們看都多大衣服 來 8 million pounds 9 million pounds 9 million 250 thousand 12 million 250 就這麼大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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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這樣拿掉 OK 多少 五億是吧 三十五億 多少 金額是多少 五億 OK 再往前走 好 再往前走 十五千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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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 一千 四千 五千 总 Κ OK 他去訪問這個收藏家囉 繼續 暫停一下 他是紐約最有名的一平家 現在被一個收藏家邀請去他家 那是什麼意思 聽聽意見 有些人不會做這種聽聽意見的事 你來一定有目的 我聽你意見幹嘛 要有果效 他來的目的就是 我要對我的話加值 你有覺得你來 你講幾句好話 我的錢馬上翻多少翻上來了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risque 他如果講壞的話就下去 繼續 這麼多錢 這麼少的能力 可以製造 馬上 他說 這太不尋常了 怎麼會花這麼多錢 然後這麼少的財能 東西在這邊 好 繼續 太不尋常 好 其他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看這件事 我發現 太多 不是所有的 但很多 都已經變成了 一種 複雜的遊戲 但貴富 和貴富 這是 一種 不好 但 用力 好 停一下 他說 這個不像是 打那個跆拳道 然後拿冠軍 也沒什麼代表 可是這個好像看起來 像是一個很非常實用的 一個商業行為 好 繼續 我想知道 為什麼 Mugrabi 這麼多錢 在藝術上 好 廝術上的景色 謝謝 這是 像畫面一樣 很高興 還讚美他 注意 聽 現在馬上切到重點 一坐下來講什麼 時間快到了 你收藏什麼東西 接下去 I collect mostly modern contemporary art Somebody told me that your father had something like 800 Warhols is that true Yeah 有800張 Warhol 是不是真的 What's your opinion of Warhol 停一下 你對Oho有什麼看法 繼續 I think Warhol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visionary artist of our time he's an artist that has opened every door for every artist today 好 停 他說 他認為 Andy Warhol 是一個最有遠見的藝術家 替所有藝術家 開了很多的門 很可能性出來 繼續 Did you know him 好 停 你認識他嗎 好 繼續 沒有 他沒有 I used to 好 停 但是他有 他的確有 他以前是reporter 他有去訪問過 Andy Warhol 實際上跟有人家對談 可是他的兒子沒有 他是不同年代的 Andy Warhol已經死了 OK 繼續 I thought he was one of the stupidest people I'd ever met in my life Really 停 他說他大概是他幹過最愚蠢的一個人 他一生裡面碰過最蠢的人 OK 繼續 Because he had nothing to say 好 停 為什麼 他就很緊張 他就嚇到了 那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無話可說 好 繼續 Well he didn't have anything to say probably verbally but he said it all with his work 停 這個也厲害啊 這也不是簡單人物啊 你丟一個炸彈給我 我當然要趕快還回去要怎麼辦 他怎麼解釋 可能他不太會講話 但是他用他的作品 視覺上來回答 然後看這個 好 停 甚至於他的作品 也是又乾燥乏味 又是重複的東西 OK 然後繼續 好 停一下 現在怎麼辦呢 又丟回來了 那怎麼辦 怎麼打回去 他解釋個理由 他已經罵到這麼慘了 我現在攝影鏡頭 這個是對著大家全世界公開的 我 一方面我對幾多少億的那個收藏 都是 欸 你有八百幅在手上 一方面 你說的一句話都會影響到 我出的這東西嫌疼喔 怕死他現在玩大的 好 繼續 好 停 他講的時候是越來越荒唐 他就好像看報紙 有很多媒體影響到媒體的影響 但我認為沒有太大影響 好 停 他說我認為 Andy Waller可能對媒體有很大的影響力 可是在畫面上 我不覺得 好 繼續 好 停 停 這個官員已經完蛋了 對不對 打完了喔 打完了喔 他已經講到死了喔 現在我們趕快換一個人 對不對 他還有很多畫家 他也是說Richard Prince 他把Richard Prince帶出來 好 繼續 你認為他是很有趣的 他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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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一下 他叫Richard Prince 另外一個人 他馬上轉移焦點嘛 這個八百也不完蛋了 我至少還要收起來 我來試試看其他的 他說Richard Prince 然後現在看他 OK 停一下 他說Prince 基本上畫只有兩種 內容 第一個 講 來 繼續 好 停 他說只有兩種主題 一個就是 什麼 非常不好笑的笑話 第二個 就是把照片 直接翻牌出來 然後繼續 他說 如果他是這麼有深度 為什麼我沒看到 能夠講這句話的話 阿狗阿貓沒有用喔 我為什麼沒看到 他是權威嘛 所以我沒有看到 就是沒有看到 那就是沒有的意思啦 我是權威嘛 我講話算話 其實一般的人講沒有用 他講了就完了 就是定案了 然後他現在要趕快 太舊了 好 繼續 我看到 我看到 例如說 你會看一個笑話 然後 停一下 這裡就好玩喔 他說 他就指出他收藏的話 他的畫真的很好笑 他就一幅畫上面 然後寫一段笑話 這就是他的畫 然後幾百萬美金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繼續下去 怎麼會這樣子 繼續下去 好 停一下 現在講重點了 他不想再跟他廢話 他講什麼 你說你的行為 有沒有影響到藝術市場的價格 你自己說 好 繼續 好 停一下 是 我們的確是要影響藝術場的價格 要不然我們 好 繼續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OK 停一下 我認為 我認為 我沒有得到他該有的名聲 所以我努力用 這種方式 來讓他得到他該有的名聲 所以我努力用這種方式 來讓他得到他該有的名聲 好 停一下 你希望你在操作藝術家這件事情上 可不可以有一天 變成美術館的收藏 然後我解釋起來就是這樣 會不會影響到美術館 然後他怎麼回答 好 停一下 好 煎笑了 讚已經打完了 他說 是啊 他說這樣可以買你的不朽 是不是 然後他就 老煎句話的 好 結束 他就走下去 他最後講話 他送他出去 不送了 他自己 他剛才最後講了一句話 他是一個tough cookie OK 就是在一個難搞的人 好 結束了 等一下 我要講幾個收尾的 雖然鈴聲響了 我剛才只是要講 為什麼看這段影片 我只跟你講 在藝術市場 你們不要被價格騙 他在 美國比較完整的市場 各有三頭 哪些三頭 美術館有美術館的三頭 藝品家有藝品家的三頭 收藏家有收藏家的三頭 藝術家有藝術家的三頭 OK 今天課講到這裡 來 等一下我講幾句話 我們很難得有這樣的 精彩的這種 關於藝術評論的東西 回遇到我1985 86的時候 我在巴提姆 我在加上 Hopkins的時候 我當一個藝品家的這個司機 因為他眼力不夠好 他在1970年 1907年左右的時候 他認為必卡索將來會成為一個 有名的 非常有成就的畫家 所以他賺了錢 他當醫學院的學生 他就跟他8萬拿錢 而且他自己工作賺錢 都去收藏必卡索 還沒成名的話 後來他跟我講 帶我到他的study room裡面 他說你看我這桌上有多少價值 我說我沒有辦法評估 他說我桌上的這必卡索畫 大概數千萬美元的價值 但是我現在沒有看我的 過去的那個布置 我就忘了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也是藝品家 他是 伊朗諾金字大學醫學院的 伊朗諾金字大學醫學院是 全世界最好的醫學院 他是那邊畢業的 他在巴提摩 這個行醫幾十年 那我很榮幸能夠擔任他的司機 在他兩三年 然後呢 我在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怎麼樣子欣賞 這個好的畫畫 特別是西洋畫 我今天聽到我們許醫老師 這麼一場非常精采的演說 我實在覺得非常感動 我們很高興他給我們這一場精采演說 請大家用掌聲來給他一個鼓勵 謝謝大家 請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